你们知道吗 当一位神父被今生主教 他第一个功课要设置自己的墓灰 可是种种主教 他本来就是主教 他有一个墓灰 这个墓灰我简单一下 绿色在教会传统里面 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嘛 书籍主教的墓灰是橘色的 所有主教的墓灰一定是绿色的 这个传统从西班牙开始 大概十六世纪 神父有可以自己的徽章比较少用 神父是黑色的 所以看到墓灰两边有些绿子 一条两条三条 一条是最基本我们叫执事 两条是斯多 就是我是斯多神父 三条是主教 所以当中央种种主教在嘉义的时候 他只有左边右边三条 因为台北种教区是种教区 所以说先变成总主教 所以变成有四条 加起来每边有十条 他的主教的帽子 我们看那个十字架很奇怪 有两横 十字架通常是横的只有一条 加一条 为什么呢 因为台北是种教区 所以他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所有总主教的墓灰 一看就知道有两条 十字架横的有两条的 我们再了解一下当中央主教去嘉义的时候 救之后他设计他的墓灰 首先有个盾牌 盾牌 圣经说天主是我的盾牌 我的护盾 使我们信仰很大的保障 我有事情可以投奔于天主 然后有一个圆 圆是美满 象征天主的完美 完美 完美不只是自己的完美 他照顾我们无为不至 在教堂 在职场 在记者会都会照顾我们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心 心是最容易懂得爱 爱心 所以宗主教很会选 又选择天主的完美 天主照顾他的子民 无为不至 可是用爱心 不是透过法律 不是透过监视器 中间还有一个圣诀 我们有弥撒 等会有机会参观我们的弥撒 耶稣的圣血会放在里面 下面有一个M 什么意思呢 玛利亚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他是真人 他是由同真女玛利亚诞生的 不能忘记他人的身份 他是天主子 诞生于一个真女 然后宗主主教用很古典的字 敬天爱人 就把这种木灰的字 很简单的内容写出来了 下面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 约拉丁文 Neum et hominem amare 天主与人爱 我们把动词放在后面 意思是说爱 天主与爱人 我们有印出来给大家 欢迎大家拿一个信封 回去参考一下 这是我们中安著他的做牧者的 所以他的决心代替天主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 天主赐给我们台湾教会 台北教区一个礼物 主教是替教宗来募放他的子民的 圣奥斯定 我们一个很伟大的五世纪的圣人 也是很伟大的主教 他曾经这样说 我在职位上是你们的父亲 因为主教替天管理子民 像父亲一样 不分年龄 尽管信徒可以八十岁 可是当时他主教的时候 他还是我们宗教的领受 精神上的一个父亲的代表 可是奥斯定说 在工作上我们是兄弟 刚刚宗主教有讲的 主教不可能一个人什么事情都管 他需要先神父 也需要平信徒 所以在工作上他是我们的长兄 奥斯定说 在生活上我是你们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宗宗主教是很随和 完全没有身段的 他又是我们的父亲 他又是我们的弟兄 又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感谢天主 今天是有这么大的礼物